玉里镇春日之罗部落规划酒渠植物园区积极附赠传统药草酒渠酿酒文化 不料水跟栽种的大叶田香草在一夜之间被人给偷采光了 部落族人非常的错愕 眼看7月8号要开办的传统药用酒渠制作延期有可能会开天窗 又痛心又焦急 而这时候呢花莲农改厂神救援了 乐意提供课程所需要的大叶田香草 让竹人们破地微笑 之罗部落九曲植物园区里的山泉水池边 原本生长茂盛的大叶田香草一系之间 全被不肖人士偷拔个金光 部落全傻眼呐喊全没了 都不见了 完完全一根都没有 对你看这边的都没有好过分哦 之罗在春日之罗部落后方的旧部落遗址 早年是部落药草酒取酿酒之地 近几年来部落族人规划作为酒取植物园区 种植富裕酒取药草植物来附赠传统药草酒取文化 不料原本要用在7月8号开办的传统药草酒取制作延期的大叶田香草 全被不肖人士提前收割观光 部落族人既痛心又焦急 其实我真的还蛮惊讶的 而且还蛮伤心的 因为我中了 其实说我严格讲 我其实中了三年多 不是不小心被人家砍掉 不然就是不小心 其实大部分都是被砍掉 然后一直重来再重来 好不容易等到今年 我终于可以做的时候 我是很期待要做第一批的 结果就因为不知道被谁栽走了 然后让我有点难过的是 怎么会有人在人家的领域上可以去偷栽 眼看因为大量的大叶田香草召窃 7月8号的九曲制作延期 恐怕开天窗 部落族人心急如焚之际 透过脸书获知的花莲农改厂 立刻出手相救 乐意提供课程所需的大叶田香草 部落忐忑不安的心 这时才安心了些 安心的人也还蛮多 重视这个植物的也还蛮多 那刚好有认识花改厂那边的一个 一位朋友 他看到我们 就是有在报导 就是我们的大叶田香草 不亦而非的那个讯息的时候 他主动告诉我们说 你们需要多少的量 他那边有那个量 可以提供给我们继续上课使用 那我们还蛮开心的 终于解决了我们的 我们最烦恼的一件事情 有了花改厂的神救援 一解之路部落的燃眉之急 部落族人感激涕零 7月8号其一连两天的部落传统 药草九曲制作研锡课程 也将会如期办理 另外也期盼警方能够尽早将 偷割大叶田香草的小偷 神之与法记者是预兰预理采访过头